展现过程中的改变、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道向、 个人人格的特质及受死亡威胁的程度 都会影响个人对死亡的态度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思考过死亡 当死亡来到时我们都可以很混乱 有时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下、整理一下 有一次我收到一个电话 那天是星期一的早上 一个不可以说是病人 是一位在东北医院生完BB几个礼拜 他自己离开医院回家 但她的BB还在医院 有一天早上他打电话来东北医院 我不知道哪位亲人或亲人叫他找苑木 他不是教徒 是因为他不太开心 他打电话来医院的总机 总机就博士上来我来养牧室 刚好那天我接听了这个电话 一个女士 我说我是林牧师 她说我几晚都睡不到的 很辛苦 很不开心 所以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 简单说他在东北医院生了一对孙子 生了一对孙子 生了一对孙子是开心事 当然我心里知道现在有些事了 于是就问他现在对孙子如何 他说还在医院 在氧气箱 因为早产了一个半月 我心里面都有这种反应 一个半月是可以的 我们曾经试过一个三个月早产 仍然生存了下来是可以的 因为娜德塑医院的产科很出名 好了 两个宝宝仍在氧气箱 所以他会每天都来看这对孙子 发生什么事呢 他就说上个星期五 他就去帮这对孙子拿出世纸 一见到那张出世纸 心都紫了 很不开心 发生什么事呢 一见到什么 出世纸有什么 出世纸有 出生日期 孙子的名字 还有一个号码 就是一个号码发生的问题 他看到这对孙子有什么号码 辭聼的 死死死死死了 大家知道出世纸有的号码 已经是现身份证了 一个英文字 六个数目字 然后谷我 一个数目字 或者英文字,主要是六個數字,最後四個數字。 第一個嬰兒是9413,第二個嬰兒是9414, 9414,一個生就是一個死, 那她便很不開心,她當然想兩個都生, 一個生一個死,想起兩個嬰兒還在醫院, 看到這個出生紙的號碼,心都緊張, 於是她便跟職員說,我不想要這個號碼幫我換那個, 行不行嗎? 不行,是電腦印的,是電腦牌的。 當然,我心想這樣,我不會這樣介紹自己的, 我是9413,我是9414,是號碼來的。 於是當時我一聽到這個故事便知道, 是甚麼意思呢? 是迷信,是禁忌的。 這個數目字。 解決不了,因為這個數目字不是她選擇的, 亦都無法解決,永遠都是這個號碼跟著你。 有些東西不是我們選擇的, 但有些東西是我們選擇的。 當時我問她,你幫助兒子改了甚麼名字。 數目字是新聞證號碼, 或是出生紙的電腦牌, 名字是你自己改的, 你改了甚麼名字給這兩個嬰兒呢? 她便告訴我,大家聽了算了, 我以後遇到你,不要問,你是9413, 我知道你是9414。 一個兒子叫子安, 一個兒子叫卓安。 我問她,好名字啊, 改了我的名字。 我問她,你丈夫怎麼看呢? 她丈夫對於數目字沒有所謂, 她的女士,她沒有所謂的迷信。 她是媽媽,她沒有所謂的迷信。 那怎麼辦呢? 當然,我們是基督徒的話, 我們不會有所謂迷信, 即是生死也不是我們所謂的。 一般人始終都會有這種想法。 為甚麼解決呢? 突然間就靈機一觸。 數目字有六個, 這是最後四個。 我們可以少看一點, 看最後兩個, 你只看最後兩個, 最後兩個數目字是甚麼? 1314。 甚麼是1314? 一生一世。 我跟媽媽說, 你只看後面兩個,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你愛一對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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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其實我們有時需要比較直接,不用轉彎抹角 當然我們也要很敏感,當別人不用死字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他是說死 或者當他講到有關死亡的符號,文字是一種符號 我們就要很敏感 大家知道中文字是四字,與死是同音 所以有些人也不用四字 我曾經住的一座大廈是39層的 不過沒有四樓,14、24、34都沒有了 現在是很普通的 前幾年不是有座大廈,88層 但其實整個40層是沒有了40的 實際是沒有那麼高的 如果不用死字,我們有什麼字可以代替死呢? 不用死字,不講死字,什麼代表死? 不是,不講死,講什麼字代表死了? 睡了,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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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是去世,瓜茶,瓜辣,茶,瓜了,釘代,釘了 去了,走了,香了,淡了,啃廳兩的一生 深植了,行鮮一步,摸摸摸摸摸,長幽玩樂 已故斷棄,迷下馬彈,百年歸老 回回舊時那裡,一名烏夫,殺手塵,駕崩,香燒肉沉 感覺的天鹿人才 好聽點的就有 叫《慈世與世唱詞》 《慈去人世百年之後》 壽中淨寢,壽中內寢,成為故民烏夫去在 以古作古代去先世開面,安息往生 家學西歸,雲歸蒙主重節,安息 歸西先入,見年流亡 上了路,落了下面,食香炭,氣,掃耳在 正面點的,殉國殉家,殉即殉道 成人,犧牲與世長詞,英年造誓 返運佛術,捨身取義,壽中,燈仙百年,老了 這世長世,長往長詞,歸失歸全,找了去了,故去走亡 自盡,自殺,被殺,如刺如難,身亡,暴斃,為命,喪生非命 病世,混沌,懼,解決了,搞定了,混沌,在某某地方,葬身某某地方 全部都是形容死的,其實死亡都是很近 勇於正視死亡,在我更有解者照命所包含的張力 明顯地我們不是要消解者張力,卻要深深地活出他來 直至他化為封城,就死亡而言,我學到的是 我是被召為他人而死的,最簡單的道理就是 我死的方式會影響很多人,如果我極其憤怒,苦毒地死去 我樓下的家人、朋友便會感到混亂,愧疚,修殘和原藥 當我感到死亡難近時,忽然間醒悟到自己多麼能夠影響 樓下的人的心,同樣我可以真誠地說 我為活過的一生感恩,我熱忠於寬恕及被人寬恕 我充滿著盼望,那些愛我的人會繼續活著在喜樂和平安中 我也深信那位呼召我的耶穌,會引領所有與我生命有關的人 《路雲神父》在一本書《鏡外生死之間的生事》 本書一開始講到路雲神父遇到交通意外,進入急性室 當然,在急性室那一刻,想到死,很近,突然有一種醒覺 我怎樣死是影響我身邊的人 其實我們常常都遇到的 病人面對死亡時,如果他是佔納的話 他甚至可以幫到他身邊的人,哀傷會很快出過 但如果病人自己也無法接受到死,還有很多麻煙,很多憤怒 很多懷孕,很多懷孕 有時家人也不懂得去面對,也挺痛苦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接受過這個訪問 2000年的時候,善定會和香港大學行為健康研究中心 做了一個訪問,問了七、八個公眾人士 就是了解他們對好死的看法 其中較高分的,有十七條問題 包括四月與大禮 第二條問題是問玉體無童 第三到第七就是留者善烈 就是留下來的人得到好的安排照顧 八到十五題是去者善終 要面對死的已經準備好了 十六、十七是與傳統有關的 這十七題都是這樣的 未看之前也問問大家 對玉頭來說,怎樣叫好死? 怎樣死是最好呢? 全懷安息 各位都算不關心的 全懷安息 全懷安息 怎樣死是最好的 在聖經裡有些人寫得不錯 有印象嗎? 完全沒有動作 正常是沒有動作 怎樣死是沒有動作呢? 聖經裡有幾個人是被提的 前幾年有幾本科幻的小說 第一本叫《末日迷蹤》 《末日迷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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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這十七題問題 第一第二是說肉體毛痛 很高分 但多數人都覺得痛是不必要的 死前不用受病痛長時間折磨 臨死前能盡量減少身體痛楚 三到第七就是留者善別 知道自己死不會拖累家人 臨終前生活各方面都不用家人幫 死前能夠跟家人說親友和好 知道自己不用擔心家人以後的生活 死前完成對家庭的責任 八到十五是去者善忠 死前仍能夠得到其他人尊重 死前能夠完成未了的心事 想回自己一生會覺得活得很有意義 死的時候有家人在身邊陪著 能夠生前安排或決定如何處理自己身後事 心理上已預備好自己將會死去 死前有人肯聽自己說心事 想回自己一生會覺得沒什麼遺憾 十六十七是傳統有關的 死後身體完整能夠風光大狀 這叫好死 大家知道什麼叫風光大狀? 風光大狀? 有多少人想死 希望你死時能夠不去殯儀館 最好在自己教堂舉行安息禮拜 有多少人想過?希望你不去殯儀館 烏煙漲氣那裏 能夠在教堂舉行安息禮拜 洗禮、浸禮在教堂 結婚也在教堂 死也希望在教堂 我早已和教會說了 浸禮在教堂 結婚也在教會 現在已經重建了 我最近和教會說 希望我死時能夠在這裏舉行安息禮拜 當然要等他們來決定 有沒有人覺得你想死在教堂? 不是死在教堂 死在教堂 我都認識幾年前 我們有一位遠目同工 都懷念 在教堂壹起 有一次朝一天去講一講 話順暸起 風光大壯 也是重要的 也有些人希望靜朝靜地離開 死亡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還有一些時間想跟大家看看,面對死亡的人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在美國有一班醫生做了一個研究或調查,訪問了200個男中病人,問他們面對死,或者知道他們會死,有什麼需要, 接著他們搜集了這些資料之後,寫成了一個宣言,叫做垂死病的權利,很快就讓他們高呼一下這個宣言。 我有權得到活人的對待,直至死亡,未死你別當我死了,有權維持盼望感,無論這個盼望的焦點如何變化多端, 除了我們說的所謂永生的盼望之外,其實很普通的盼望,我很想明天你來探望我也是一種盼望, 即使我,譬如有些病人很想吃叉燒包,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預料, 我以前在日制醫院幫他們開始院務工作的時候,探望過一個活期的病人, 我問她有什麼需要,她就說我想吃雞腿,其實她吃不到, 讓我問問姑娘行不行,姑娘的答案就是, 可以的,如果有人買給她,我就買了雞腿,其實她吃不到, 她聞一下雞腿也很滿足,所以我已經跟太太交代了,臨死之前讓我喝最後一口可樂, 我就死了,這是一種盼望,我有權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我對漸近死亡的感受和情緒, 每一個人面對死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情緒,我不知道有哪一堂有其他講者會講死亡的過程, 最經典的是Elizabeth Cooper Ross,有六個階段,包括震驚,denial, anger, bargaining, depressed, and acceptance, 這也是一個經典的過程,當然還有很多複雜,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死亡的過程中衍生了很多感受和情緒, 每一個病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 我有權不死都顧零零,不要丟下我, 我有權期望還有醫藥及護理的關注,即使醫療的目標必須改為安恕的目標, 醫藥及護理的關注,醫療的目標是醫治好你, 做手術成藥是醫治好你, 安恕的目標不是醫治好, 安恕的目標是希望你少一點痛, 我有權得到忠實的答案解答我的問題, 我有權不被瞞騙, 這兩個東西差不多意思了, 不要騙我, 如果我要死,你告訴我, 順便問問, 有多少人你覺得, 如果你患了癌症, 最好不要告訴我? 有沒有人覺得, 如果你患了癌症, 不要告訴我? 有沒有人你會這樣想, 如果我爸爸媽媽患了癌症, 醫生你最好不要告訴我? 有沒有? 如果你爸爸媽媽患了癌症, 醫生你最好不要告訴他, 有沒有的? 有的, OK, 為什麼你自己患了癌症, 你很想醫生告訴你? 爸爸媽媽患了癌症, 不要告訴他, 有時候我們都很矛盾的, 也有的, 我真的遇到很多這些, 而且在醫院, 有時候都會說, 父母患了癌症, 最好不要告訴我們兒女, 不要告訴他們, 大家都不想讓對方知道, 原因是什麼? 因為很愛對方, 不想對方擔心, 有時候出發點是好的, 但有時候這個出發點令到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會死, 很隆盡, 因為當死亡來到的時候, 你沒有時間, 再沒有時間想要做的事, 我有權再做的事,